今年是中国和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 今年以来 中欧双方领导人互动评议 各领域各层级对话合作全面铺开 中欧关系呈现积极发展势统 中方欢迎伯雷利高级代表访华 并举行新一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 这有利于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将为下阶段中欧高层交往做好准备 为双方共同应对全球新挑战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注入新动力 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 全球新挑战层出不穷 国际社会只有团结合作 才能更好净对挑战 中欧作为全球两大力量 两大市场 两大文明 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促进全球发展繁荣 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等方面 具有广泛共同力 中欧关系具有全球影响和世界意义 中方愿同欧方一道 坚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 加强战略沟通和政策协调 增进互信 拓展合作 克服干扰 脱出分歧 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和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